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第七十一届坎城迎战于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开幕,来自各国的女星街盛装在红毯敬艳,不过其中有一位疑似中国大妈的不知名大男女,竟在红毯楼梯笑柱摔倒,胸部差点弹出来,整个人姿势超不雅,被一架摔强镜,该女显然有备而来, 因为她在红毯上自拍时被看到手机壳正式印住自己的暴乳圣装照,但她自拍已违反今年坎城禁止在红毯自拍与拍照的规定,丢脸之余还违规之后她也被肉搜,原来是自称或第十八届环球夫人世界五强,亚洲总冠军的邢小红,不过搜出来仍让人满头问号。 她在微博表示,大半码的高跟鞋和选美时锻裂过的脚跟,一不小心就栽倒了。 文中还夹杂英文说在红毯drama,戏剧性,的环境下,即使是真的摔倒也基本被认为假摔,直接撇假摔。 她更自我精神喊话,enjoy it,再次走上坎城电影节开幕红毯是兴奋的。 自称或第十八届环球夫人世界五强,亚洲总冠军的邢小红,再坎城红毯被一架摔。 翻射微博。 监似 监制 华里 华黄辉